60多位身為阿公阿嬤的作家們 在展場穿梭來穿梭去 要看看自己和孫子的合照看板在哪裡 年近80歲的教育界作家余裕照 拿出5年多錢和孫女及孫子 在泰國蘇美島一同跳起來騰空的照片 現在和眾人聊起照片中的點滴 仍是雀躍不已 現在這兩位上下的 這兩位住在美國 他們常常會因為這張照片 或者說因為我帶動他們玩這個遊戲 而常常想到阿公 我就覺得非常划算 我覺得這個是祖孫情 很溫馨的祖孫情的一個美好的印記 作家康源和李懿雅 也開心分享自身的祖孫照 並分別將照片主題定為 有孫萬世族以及祖自輩的美好 感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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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動要碰到 風 風 風 大天是人 龍 風 大天是人 龍 一支口 真狗走 無聲 吹個大聲 吼 一支口 真狗走 無聲 吹個大聲 吼 這種歌就是為了要傳遞我的母語 在傳遞我的母語過程裡面 我教他我這個年代的生活前景 我會用我全身的全部的心力去呵護他們 就像魯迅說的 橫眉冷對千夫子 俯首甘為如子流 我真真切切在有了孫子之後感受到了 作為一種傳承和飲水思源 我覺得都是很好 那藉此機會整理自己家族的照片 整理自己和親人的照片 限於數位嘛 那麼方便 設一些檔案 我覺得就可以 經歷一個很溫馨的家族史 當作家變成阿公阿嬤 祖孫秦照片特展 在台北濟州安文學森林 展出到11月8號 透過66位作家各自的獨家分享 不僅讓參觀者看見資深作家的另一面 也能篡起內心深處的祖孫秦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鄭祥雲 陳國維 台北財風報導